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7月6日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也來到7月6日 是24節氣的下一個 現在是來到小暑 我們英國這一邊 雖然來到小暑 但是其實 有很多地方 還是非常之大風又冷 有些地方 就是應該 是游泳的 如果是去到 夏天小暑大暑 但是這裡 凍到 根本有些地方拿不到水 今天也是 農曆年的6月初一 今年是甲晨年冬年 這一節我們跟大家說一說 是美中關係 的崩潰 現在這一刻 其實美中關係就快到了冰點 早前再爆出 是大量義和團事件 由原本已經非常之惡劣的中美關係 你可以說 是從 非常 冷卻 再到了現在 比冰點還要更冰 不單止中國大陸 去美國 的留學生的數量 是大減的 而另一個數字大減的 是美國 前往中國大陸的留學生的數字 由於 中美兩個國家 是因為 誤會 而結合 因了解互相分開 以往的誤會是這樣的 由於美國 鎖定了蘇聯的敵人 即是現在的俄羅斯 所以 美國對中國關係一直 就是在打緊緊密合作 甚至乎將中國大陸 扶起 變成 另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目標由始至終 都是為了孤立蘇聯 即是現在的俄羅斯 美中關係發生最根本的變化 就是來自於2012年之後 中國大陸 是由習近平當席 以往美國不覺得需要跟中國大陸反面 原因是因為 是在 中國大陸 官場裏面仍然有很多 美國通 即是說美國 他們認為自己有很多關係 在中共官場裏面 多得習近平 習近平上台之後 每一個親美的人 幾乎 要被當成是間諜 所以 美國基本上潮野上下 徹底對這個國家 基本上已經是絕望 我們說回劉學生數字 到了最近 華爾街日報也報導 就是說目前 美國 在中國大陸的留學生 數字 跌到 不足一千人 跟三年之前 疫情相比 足足暴跌了九成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講到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臨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一播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海外聽眾 記得加把勁啦 你是真的可以開到很多個戶口的 Google戶口要用電話 只說英國 英國你要多拿幾個號碼回來 是很容易的 所以沒有藉口 一定要做 開多幾個Google account 香港聽眾盡量運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繼續打開我們節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很簡單 你一定做得到 據報 目前在中國大陸 美國留學生的人數 現在是少於一千人 在高峰的時候 人數超過一萬 即是說 從疫情到現在 人數是大減的 直接暴跌 暴跌了90%以上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政治的問題之外 當然 在中國大陸疫情 航班 出入境限制 每一樣東西 你可以在表面上說不是政治 但實際上 每樣東西 在中國大陸 全部都是政治 疫情封關 航班減少 每一樣東西都是政治 當然 有大量的美國人不願意 再前往中國大陸 再加上 在 中國大陸爆發這個美國人遇襲事件 二和團事件 整個美國舉國上下 包括政府 夏至民間 全部都對 前往中國大陸 有機會遇上危險 對於是不是要前往中國大陸 感到非常之多的疑慮 而且 中國大陸並沒有 將緊張關係降溫 習近平叫了美商 去北京 聽他發表遺論 但是 真真正正 穩定人心 不是靠他 出來發表演說 叫美國不要搞那麼多政治風暴 而是 真真正正做一些政策出來 是大家 雙方 覺得有誠意的 大家數回頭就記得了 還是在上一屆美國總統的時候 國務卿 就是我們 很喜歡的蓬佩奧 當時大家應該還記得 美中嘗試過談判 中國大陸 是派了 代表去前往 但是 中國大陸的代表 是從以往親美的態度 是一反常態 因為 主子想反美 所以他們就跟著反美 當時派了楊潔篪去 結果連這個 曾經親美的中國大陸 都變成了戰狼 跟美國 不是說關係 搞反面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起 你可能不記得 我告訴你 其實 曾經在香港 都搞過統戰 曾經 中聯辦的關係 跟香港的民主派 的一部分人 好像唐痴痘那樣 就好像 中國大陸的官員 看到美國官員 笑得很開心 笑到蓮子蓉 四萬這樣的口 說大家要合作合作的 其實這個畫面 是很熟悉的 當時跟美國是合作關係 所以 中方官員見美方 是笑得很開心的 真的你不說也不知道 你以為現在 中聯辦跟香港的民主派反對派有仇 但其實有一段時間 大家那種親密 那種笑容 是好得你難以想像的 好了 現在 不用說了 中國大陸跟美國的關係 是到了冰點 冰點之後 又到了冰點中的冰點 當然還可以再差一點 雙方 還可以爆發間諜戰 挾持對方的國民做人質 甚至乎 擦槍走火 然後 爆發這個軍事衝突 現在越來越有可能 中國大陸指控 美國在炒作 實際上中國大陸自己 的戰狼和五毛 對準美國 的叫囂 甚至乎 部分曾經說要核平美國 所以現在 在中國大陸的美國留學生的數字 大幅減少 失縮正常現象 結果 可能真的 苦了一群有心經營的人 結果 上海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 學院 教授就說他過去 教書教了十幾年 美國的留學生的比例大概有三分之一 但是自從疫情之後 大部分的美國 學生根本沒有辦法 繼續學業 即使今天大學 是復償 但是 仍然在課堂裏面 再沒有美國學生 於是這位教授 就說 相當之想念 是美國學生 為什麼 他說美國學生很喜歡 問問題 跟中國學生很不相似 香港當然不用說了 香港跟中國學生 如果 跟西方世界相比 有很多 是相似的地方 他們也 喜歡 只是坐在那裏聽書 很少是問問題 所以他說 是很容易可以了解美國人的 看法 但是今天 美國的留學生 人數暴跌 所以根本 中國大陸想了解美國人的機會都大幅降低 疫情之前 在中國大陸的美國留學生的人數高達 11000人 是歐洲以外最受美國 是學生歡迎 的留學地點 中國大陸 在美國留學生的留學排名裏面排到第七 現在跌到下去 二十大也進不了 當然 就是跟美中關係惡化有關 中國大陸 跟美國原本的關係 就是一個 是滲透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 就是說中國共產黨 是很有系統地派大量的留學生 去到美國 將美國的東西 學習了 拿回中國使用 結果到了習近平年代 習近平就覺得 國家強大了 是時候不要再看美國人面色 完完全全 就是中共的老路 因為習近平一直追捧毛澤東的做法 毛澤東不用說了 由始至終 就鎖定美國是敵人 蘇聯才是大哥 習近平充滿著 這樣的思維 習近平的思維很簡單 中國強大了 我們大把人才 美國學生 你可以拉回美國 就是他的想法 現在 叫做差不多 寫在臉上 好了 我們今節 也和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裡 敬請各位做好支持六部曲 插一段廣告時間 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還未安裝VPN的觀眾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然後把它們偷租進去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